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新任执行长陈立武Vick Bulletin 10在英特尔Vision大会上透露 英特尔18a制程节点正在按既定计划推进,首个外部客户的流片工作即将完成 预计今年下半年,随着英特尔Penthor Lake客户端处理器的推出,将开始大规模量产 与此同时,台积电2奈米预计也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 这意味着英特尔有望凭借自认为相当于业界1.8奈米的英特尔18a制程节点追上台积电 同时,反超频繁被曝光出良率问题的三星 这次是陈立武就任英特尔执行长后首次公开演讲 他表示将聆听客户声音,要求客户对他们直言不讳 陈立武表示,英特尔将专注于加强其产品线 聚集资源在核心业务,剥离其非核心业务 英特尔还将与川普政府合作,将英特尔代工打造成一个伟大的代工厂 在英特尔的数据中心产品CPU上,陈立武称 出色效能对于未来的工作负载至关重要 他补充道,对晶片制造上来说实现高效率 对于在日益受限的电力世界中实现人工智慧也至关重要 尽管陈立武表示,英特尔最新的智强处理器代表着增强英特尔竞争力的一步 但英特尔客户和合作伙伴告诉他 英特尔还需在降低总体拥有成本之外,提高其效能和效率 陈立武补充道,英特尔还将继续估计,改进用于AI推理的CPU 因为它们作为工作负载的低功耗选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坦诚,英特尔在CPU领域失去了相当多的人才 这是他的首要任务,招募一些业内最优秀的人才回来 重新加入或加入英特尔 陈立武是在2025年3月上旬被任命为英特尔第九任执行长 3月下旬正式上任时,陈立武表示他很高兴能加入新英特尔 他期待与所有团队成员一起工作 显然,他们面前还有许多挑战 但他很高兴能发挥影响力,与员工一起推动英特尔迈向新时代 此前有台湾报道称,陈立武正在实施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 这可能会涉及大规模裁员 陈立武可关注领域包括将英特尔的半导体订单外包给台积电等公司 而且数量庞大,因为英特尔代工部门IFS还无法交付 此前在Cadence时,陈立武与台积电关系密切 但是,未来英特尔内部代工厂的表现将是重中之重 此外,陈立武承认,英特尔传统PC晶片业务正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因此,不能停滞不前 他表示,英特尔将继续加强客户端运算事业部的产品和路线图 陈立武向客户承认,英特尔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艰难时期 即在创新方面落后,他期望客户对英特尔反馈严厉 请对英特尔直言不讳 他指出,英特尔必须无一例外地保证高质量 按时交货,向客户兑现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陈立武表示 英特尔将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并努力向客户提供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体系 虽未透露具体细节 但他提到,官僚主义扼杀创新 此前路透社曾报道 陈立武计划裁撤他认为行动迟缓 机构臃肿的中层管理层 对此,陈立武坦言道 他明白这绝非一事,不会以错而就 由此可见,陈立武作为英特尔董事会上 被任命的英特尔第九任执行长 接替去年12月被迫退休的执行长 帕特基辛格 肩负起逆转英特尔目前困境的责任 对于目前英特尔的AI加速器晶片战略 陈立武表示他并不满意 并承认英特尔的合作伙伴与客户也不满意 英特尔于1月曾表示 其高低晶片竞争力不够 英特尔也将取消下一代晶片推向市场 专注于开发一种全新的机架级解决方案 陈立武日前提交的英特尔年报中提到 他打算开发机架规模的人工智慧四伏器系统 八轮周刊报道称 陈立武指的是要与辉达最先进的GB200NVL72 Blackwell人工智慧系统竞争 陈立武向投资人表示 英特尔将在人工智慧AI硬体上与辉达竞争 陈立武在3月底提交的英特尔年报中写道 他们毫无疑问需要强化在 以云端为基础的AI数据中心市场的地位 研发具竞争力的机柜级系统解决方案 这将是他和团队一项关键的优先任务 陈立武指出 希望在他的领导下 英特尔的AI事业能够重回轨道 目前的AI数据中心硬体市场 会达占有绝对优势 英特尔的AI产品相对表现一直不好 2024年10月 英特尔承认 它的高低AI加速器不能达成原本所定的 2024年 本要有5亿美元的营收目标 今年1月 英特尔宣布取消下一代 AI数据中心产品 Falcon Shores的上市计划 改将重心移到研发 AI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Jaguar Shores 虽然英特尔表示 将继续在人工智慧 AI硬体上与辉达竞争 但据Tom's Hardware报道 近日 瑞银UBS分析师 Timothy Arquery 发出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英特尔可能会改变战略 重新聚焦晶片设计业务 同时 晶圆代工业务 也将争取获得 辉达NVIDIA 博通 Broadcom等头部客户的订单 在此之前 据路透社就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 报道称 辉达和博通 正在基于英特尔最新的 Intel 18A制程 进行制造测试 这显示出 对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先进生产技术的初步信心 Arquery的报告 则进一步指出 英特尔新执行长 陈利武近期内的规划 应是设法凸显公司的设计 与晶圆代工能力 他补充说 英特尔正在努力争取 辉达 博通 承诺委托代工 同时提升 Intel 18A制程技术 目前 英特尔正在研发 Intel 18A制程的 低功耗版本18AP 对潜在客户 或许更具吸引力 Arquery表示 比起博通 辉达似乎更有机会 采纳英特尔的 晶圆代工技术 可能应用于 游戏GPU的相关产品 但功耗 依旧是一大一忧 另外 英特尔或许也会试着改善 封装技术 加大对台积电的竞争力度 该公司的Embedded Multi-Dive Interconnect Bridge 嵌入式多晶片 互联桥接 EMIB封装技术 更加接近台积电的 Cowazel先进封装 能借此增加对 辉达等追求高效能客户的吸引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